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澳洲,就是有香港的法政會司的前召集人 Kavin,任彥峰律師,早晨Simon,為何是前召集人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國安法之後,很多團體都解散了,包括這個法律團體也是 因為我想很多朋友都很想去探討一些離開了香港朋友的近況 我講少緣氣,上個月就有一些澳洲的集會,澳洲的香港朋友就寄了一張照片給我說 你在那邊已經開始活動了,那我就想起,為什麼連一位律師在香港,你看到很活躍,為什麼都要離開呢? 那不如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你什麼時候開始打算要離開香港和回到澳洲呢? 我想沒有特別某一刻是決定一定是回澳洲的,其實你說我最終是訂機票決定走 其實是過了今年農曆新年的事的,但是我想最主要有幾個因素,有些是個人因素 譬如是我,因為我家其實是早兩年已經是過了來澳洲,因為有小朋友過來讀書 那我也都跟他們,因為我在香港工作很難過澳洲,就因為疫情分隔了兩年 那還有另外,我想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都看到香港的情況就是越來越不妥的 那對我自己來說就有兩點,第一就是一個情緒上的因素,我想如果任何人不論政見都好 如果開始看到自己的朋友一個一個是坐牢的就坐牢,流亡的就流亡,移民的就移民 那其實對自己,尤其是沒有家在身邊的情況下,對自己的精神健康都不是那麼好 那第二點就是更有趣的,就是說究竟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 我在香港有兩派很不同的朋友的,有一派就說,其實任建峰你是小人物 還要你已經是退出江湖那麼久,你沒事的,那之後有另外一派就是那些很害羞的 在那裡說,哎呀不是啊,任建峰你很快點走啊,如果你不走就沒得走了 那我想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有一點點在兩者中間的 那老實那句,我的確就是一個小人物,特別相對起好像Simon你那樣 那還有加上就是,我也都真的退出了很久,我也都沒有人說叫我 就是沒有一些是親北京人士要叫我你快點走,你會有危險,絕對沒有這些東西的 甚至到我臨走最後一刻,都還有某些數量的中資客的生意的 但是同一時候我相信一件事就是,你政權用了這麼多錢,這麼多人力物力去設立一個國安機制 那當然他有一大堆人他要先搞,當然不是你先搞我這些小人物 但是他這一兩年內,他要搞的人搞完之後,難道他解散了國安機制 那到他不解散國安機制,他要找東西繼續搞的時候 那就遲早來搞到我們這些救人的了,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多留在香港兩三年,兩三年後可能 我未必,即是就算到時我想走都未必走到,那好了,輪到搞完我們這些人的時候 不是以一些國安或者反洪的理由做藉口就開始搞一些聽話的建制派 就是我想你看在內地這麼久以來的,各個層面上的批鬥 都是一直這些這樣的路線去走的了,這幾十年來 所以我想你說我自己的人身安全,這一刻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我都要想兩三年後,三四年後我要走,我是不是真的走到的 是,Kevin你絕對不是小人物,香港人心目中 其實肯出聲的法律界人士,其實不是真的這麼多的 中國共產黨最關心的是組織 所以你也會說回頭,為什麼你會搞一個新的法律組織呢? 其實香港有這麼多的律師公會啊,這個也是對香港的公民社會來說 幾有突破的 我想當年有幾件事發生了,第一就是其實在和幾個志同道合行 在香港有設立法政會司之前,其實是在律師會 在2014年是發生過一些事,就是當年是在這個國務院出了一份白皮書 說中央是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之後 當時的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是有說 就是以他律師會會長身份,說他是全力支持這件事 然後再加上又上電台節目說共產黨很偉大 那時候我和幾個朋友是有份帶領一個運動去令到林先生 就是現在的,在現在的香港立法會是法律界的代表 就是令到他當時是倒台的,那在那件事之後 不久就有預散運動,那時候有一幫自動道合的法律界朋友 就覺得,無論是律師會也好,或者大律師公會也好 這個不是對他們是一個批評來的,就是你始終有這麼多會員 這個會員也是一個法定的監管機構 你是可以說話的空間某程度上是有限的 因為你的會員的政見或者對法律的看法的分野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到了那個位置的時候,我們覺得不如我們一幫人自己自立門戶 選一個組織,我們是說話的空間可以比較大 我們不用綁手綁腳,又不用擔心說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叫你要走這個方向或者那個方向,那樣 那當時我們就設立了法政會司的,但是就算設立了之後 我想你說除了就着法律界那方面的聲音 我們也是很著重一件事,就是說 在我們設立的時候,我們覺得是 一開始就已經說我們幾個創會召集人 已經說過我們幾時會下台的了 因為我們覺得當時其實在公民社會 有很多很有心的團體 他們在設立的時候是可能有些有魅力 或者有魅力的領導人去做到有聲有色 但是做到今上下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你那個團體沒有了那些創辦者不行 而那些創辦者也都拿著那個團體不放 那我們就其實一開始創立,除了你說就着法律角度 或者一些民主法治人權發聲之外 就是說我們要做到一個團體出來 是那些領導階層是每幾年就會下台 就會有別的人上的 所以如果在我們創會的三個召集人 其實兩、三年代都已經下台了 也都是有一班新人上了 這樣一件事是當時我們很著重 我們以為會覺得這樣可以令到公民社會 多些團體跟著這樣做就可以千秋萬世 誰知道就是一個國安法來了 就是我之後那些繼任的召集人 以及那些會員就要作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去解散 其實根據現在,除了國安法 這個組織應該是合法的 就是看不到有哪個條文 或者是他以前做過什麼 可能他被批判違法 解散決定的規則 你覺得最重要是怎樣 因為到臨尾,因為各種理由 我就到臨尾我就不正式是 就是一個法證會司成員 但是當時其實他們解散的時候 因為其實在法證會司裡面 我仍然是有很多朋友 那我都了解到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 就是那個問題是 你不知道那條紅線在哪裡 那既然那條紅線你不知道在哪裡 那就不如不要沒有這個風險 就留得清山在 還有加上就是 都有些法證會司的成員 是其實以他們的個人身份 不是團體身份 他們都在外面是做人權律師的 那變成你有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大家都覺得 其實留得清山在都很重要 就是以我聽到回來的訊息就是這樣 所以在香港的律師 你覺得在未來可見將來的風險如何 譬如說在中國大陸 很多核權律師 那慢慢自己都會變成被告 那有時候有些大搜捕 那target都是一些律師 這件事你覺得在香港 會不會再次出現 我是擔心的 因為其實 我來了澳洲不夠兩個星期 就已經是警方那邊 是有宣佈說他們向了律師會 向了大律師公會發信 就說要調查一班是有處理 那些示威有關的案件的律師 所以說他們怎樣去違反守則 又不知道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理由 他們說了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某程度上只是第一步 而是逐漸 就是他們也都會想嘗試 由一個刑事的角度去處理這些事 那他們搞完一班是真是前線的人權律師之後 他們下一班可能會搞的 就是一班他們未必是做前線人權案 但是一直有一些法律 或者一些人權角度 發聲的一些律師 或者大律師 他們我想都會遲些都會再搞 那我 就是說他們會不會是很戲劇性的 好像很多年前 就是709這樣 在大陸這樣全國這樣圍剿 很多十、很多百名的維權律師 那未必 但是我覺得他們陰些陰些這樣來 這件事我覺得他們是遲早會做 因為整頓法律界 絕對是他們想做的一部分 是 但是現在的法律界是不是都已經很奇怪了 就是他要改選的時候改選了 然後要走的人又走了 那現在法律界的代表 都是很自己人 那為什麼還要搞這麼多事情呢 不是已經搞了 那他要有個震懾投影 他怕有死呼束言 加上我想他們也會擔心的 就是如果你看看過往的立法會選舉 在法律界的功能組別的結果 就是撇除今次因為有所謂的外國者的立法會選舉 之前一直都是民主派是可以拿到六成或以上的選票的 那我想他們很清楚的就是你給一個機會 大家是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去表態的 其實法律界仍然是 即是說得白一點仍然是很黃的 那我想他們永遠都是怕 就是會不會有些人在那裡暗瓦底暗瓦底 這樣就繼續去支持一個運動 那他要震懾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現在你大概是在香港未來的法治狀況 那你現在的人生在澳洲 你未來的規劃 你覺得還會不會有任何的關係 還是人生全新的篇 以後就在澳洲做好律事 還是你會覺得現在我生在澳洲 還有東西可以在香港 甚至比香港更加好 你會怎麼計劃呢 你說我現階段我有沒有任何具體計劃 我沒有的 因為其實就算我在香港份工 我都是裸遲這樣回來的 那但是 就是你也可以說 就是半開玩笑的說 就是你可以說當我現在是中年危機 我想休息一下 看看我人生下一步想怎樣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你說是不是有些什麼可以對著香港去做 我只會覺得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我要去做好我這個澳洲公民的角色 因為如果我在澳洲都做到醋醋醋醋醋的 這樣其實對 如果每個人離開香港的香港人去到外國生活 都不去融入別人的文化 都不去做別人的地方的好公民的時候 那別人就自然會開始在想 當年你們這些香港人是不是該死的呢 那我絕對就不想有這個情況出現 第二就是我想我們也都是 因為我們仍然有這個言論自由在這裡 我們在適當的崗位 適當的層面上 我們是應該去繼續去發聲 還有去繼續去維持 是我們對香港 不要說香港這個地方了 是香港或者香港人的這個概念 是香港的一個堅持 它的回憶 它的制度 它的文化 我想這些事情 我們就算在海外都可以繼續做的 明白 那你應該可見將來都不會回香港住的 那我想 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去回來住 那都不下說的是 我走的時候 連我媽媽的骨灰我都拿走了 我都不會繼續去做 那就是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 就算你說我來到澳洲 決定以後 只是去引誓 就是不再去 去沾手 去做 或者去說一些香港的事情 不知道幾年後 或者三、五年後會是怎樣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連我媽媽的骨灰我都不想留在香港 我也想跟回在我們身邊 明白了 我想無論去什麼地方,大家繼續努力 我相信很多離開了香港的朋友都有差不多的心態 但是來日當場,可能在五至十年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新郭姑爺可以坐去重新見面 沒錯,大家保持聯絡 我想請教一件事 其實當年,我們經常說法治的概念 政府經常對法治的概念和我們小時候的理解好像挺有落差 例如法治,有得野政府,大家會覺得有些公信力 但這件事在現在的香港,你覺得還有沒有可能呢?